现在我们接听下一个电话 什么烦恼 可能我也有 你冬天不爱穿裤子 那我让何老师他们跟你沟通一下 他心里是有安全感 你好 喂 你好 介绍一下自己吧 你好 我叫小天 小天 你好 有什么要跟我们讲的 我现在有一个事情 就是烦恼了我很久了 就是我冬天不爱穿秋裤 不爱穿秋裤 对 因为我觉得秋裤穿着太紧 然后你不说 你可以试试 不是那么紧的秋裤 或者是外面的裤子 太大了 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女朋友了 然后我女朋友就是把她的这个 加荣裤袜让我试了一下 你就按下这个选择是吗 可是加荣裤袜很紧 加荣裤 其实她舒服的原因就在于我女朋友比我胖一点 所以我穿上去会稍微宽松一点 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强调你女朋友比你胖一点 你这样她真的会开心吗 她应该不会不开心 不会不开心是不是 就是问题就是在于我每天晚上就是回到寝室以后 我的室友就会看到我把外面的裤子脱掉 然后他就会用那种很奇特的眼神盯着我看 他是不是以为你最近在学芭蕾舞 就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 然后就盯着我看 没事兄弟你可以问他 你有女朋友 你基本问他 没有兄弟我觉得他们看着你其实不见得是 就是觉得你奇怪 他们其实想要找你要链接 不许是羡慕你 千禧你穿秋裤吗 我也是我不穿秋裤 然后我不穿秋裤的原因也跟他一样 我觉得 紧啊 我觉得里面穿秋裤外面在穿裤子就很难受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连裤那种家荣连裤 姐姐有了 兄弟你把链接给我 我会先打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找到了一个同伴 小天本来想了 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对对对对对 抽颜色 你懂的 你推荐什么颜色给千禧 我的话我推荐 粉色红色 那你推荐那个范晨晨穿什么颜色 蓝色的 谢谢兄弟 是天蓝 是天蓝色还是 我觉得不需要讨论这么性了吧 小天不要烦恼了 你自己穿着舒服就好了 对不对 就是 而且你有女朋友你怕什么 对啊 说的好 而且你女朋友都支持你穿 就是 好 来来 谢谢小天 我们想送你一句朋友的话好不好 朋友的话都是我们写在里面的小句子 翻页送给你好不好 嗯 记住美好的 忘记